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得澳洲股市在上周五继续保持了上涨的姿态 截至收盘维持 上周澳洲股市累计时上涨了1% 再次爬上6606点上方 中国方面 上海和深圳也都有0.3%到0.8%不等的涨幅 而英法德 欧洲方面涨幅更大 其中法国达到了2.8%的水平 而英国和法国也分别有0.9%和1.7% 美国三大指数因为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而出现了上涨 道琼斯和科技指数分别上涨大约是1.1%左右 黄金方面 由于贸易协定的达成使得股市普遍上涨 金价下跌大约是1% 石油价格则因为伊朗在上周五的晚上突然遭到了袭击 使得油价上涨了大约是2%左右 在今天的这种话题中我们着重就来说一下 那是中美有关贸易谈判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 我们知道在上周四的时候 其实这个市场已经预计在周五能够有出台一些好消息 毕竟特朗普已经说到 他将会在周五会见中方代表 那么通常来说的话 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 那会见就没什么意义了 所以市场都预计周五会有好的消息 那么从这个星期六的早上 也就是美国时间星期五的晚上来看的话 现在一切的确是和大家预计的差不多 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性协议 虽然这并非是一个完整版的最终协定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使得过去一年半以来 这个双方争议不断的贸易问题 目前是得到了一个缓冲或者是降温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协议 那么根据中美双方官方发表的言论来看的话 这则协议首先目前还仅仅是双方的口头协定 并没有形成纸质的文件 中美双方也说到这个可能需要未来几周时间 我估计是力争是希望能够达成在智力召开G20峰会 也就是11月16日之前最好能够达成 双方能够签字 那么但是虽然说现在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达成 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一份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协议 双方目前主要是在农产品的购买上达成了一致 但是在后面后续的三大核心问题 比如说是知识产权的转让和保护以及国有企业补贴 还有全面开放金融业这三个问题上双方依然有很大的分歧 所以说目前这个临时性协议取得的效果就是 美国将会暂停实施原本在本周二将会提高的25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 但是对于12月15号3600亿美元关税的提高 目前依然是在进行中 换句话说就是从现在开始到12月15日 大约是两个月的时间 依然需要有更好的消息 来帮助暂停12月的我们说的关税加息 所以说这个协议应该说是一个给了市场一个缓和的时机 从现在到12月中这段时间来看的话 应该说我们心态会好很多 那么有朋友问的是不是意味着中美的贸易战正式的结束了呢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份协议 它毕竟现在不是一份完整的协议 因此贸易战到目前为止只能说是缓和或者是降温 而并非完全结束 那么即便特朗普在周末的时候从他的推文里说到 他预计他觉得中美两国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 结束贸易战 但同样的话呢 其实他在今年年初也说到过 随后呢又会改口翻脸不认人 所以在最终双方达成协议之前 一切的事其实都是说不定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知道呢 为什么特朗普从今年年初当时时候说到 他不要一份临时协议 他要的是完整协议 到现在呢 不得不接受临时性协议 其实这也反映出现在美国方面 在经济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压力 到底是一份临时性协议 还是一份完整协议 对于特朗普现在的情况来看 他必须要维持住股市的上涨 必须要维持住美国经济的增长 因此临时协议也好过 什么都没有 那么在未来如果股市要继续上涨 经济要继续发展 还需要有更多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乃至是完整性协议 才能给市场 给投资者 给公司 这个心理啊 我们说是最终的忧虑能够打消 那么总的来说 这个星期对于欧美股市 包括亚洲以及澳大利亚股市来说 应该说都会有一个不错的开始 预计今天股市都会有 大约1%到2%不等的上涨 另外人民币我们预计呢 也将会强劲反弹 和美元的汇率预计呢 将会再一次回至7.05到7.07附近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选的内容 另外我们在这个星期周末 在悉尼有一场线下活动 如果您在悉尼的朋友们呢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在线报名参加 那么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